这个胖子正准备对太阳女孩施展毒心术 他只是轻轻握住了他的手 但女孩脸上瞬间浮现出痛苦的表情 曾经的痛苦回忆不断出现在脑海中 下一秒他竟将胖子的手直接扭断 吓疯了的胖子二话不说就要跑路 为了知道女孩到底是谁黑鬼将他拦下 害怕另一只手也断掉的胖子果断选择了闭嘴 这时黑鬼的手机却突然响起 他们偷偷干的事情暴露了 很快比利就赶了过来 但他看到胖子时表面笑嘻嘻打着招呼 下一秒就对着黑鬼说要杀了他 于是比利打算先干正事 很快胖子就开始了第二次尝试 有了第一次的经验 胖子很快就看到了女孩心中的画面 他是一名士兵 旗帜上有着太阳的图案 这话一出比利瞬间知道了那是什么 放任一个拥有超能力的恐怖分子在身边是愚蠢的 于是他们决定将女孩杀掉 但法兰奇却不相信女孩是坏人 恳求女孩告诉他们她到底是谁 看着法兰奇着急的模样女孩突然冲向了胖子 主动握住了她的手 下一秒女孩内心的画面传入胖子脑海 原来女孩名叫喜梅子 从小就被恐怖分子绑架被迫待在军中 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回到家乡 得知女孩本性不坏后 比利决定将祖国人他们改造人类的事情跟情报局做交易 但对方可以答应她扳倒沃特集团可却不能对祖国人出手 这让比利无法接受 因为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杀死祖国人替妻子报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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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